香港曾經有一條好有人氣的漁村 學校、食店、社區會堂應有盡有 轉眼間變成了一個荒廢的樂園 時間就好像定了營超過二十年 馬灣舊村 你有去過嗎? Hello 我是李丹 通常探索廢墟 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行規 就是不可以告訴別人廢墟的位置 不過馬灣舊村可以說是皆知漢文 亦都被媒體報道過很多次 一是就被人罵政府和發展商 為什麼收購了塔地 但是就由得去荒廢 一是就被人大讚 這裡是拍拖的打卡勝地 甚至拍輯結婚相都挺帥的 不過對我來說 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的 尤其是探索廢墟 完全沒有人騷擾的底下 才更加感受到 廢墟帶來的一種凋零感 亦都可以多一些時間 看到建築的細節 充滿著當年有人住 有人生活的幻想 就好像這間屋一樣 有一個很大的木櫃 櫃裡面釘滿了很多的單字 究竟有什麼用呢? 真是內人尋覓呀 馬灣舊村已經超過200年歷史 看到社區的規模和建築 大致可以了解到 當年並不是封閉的村落 一間轉角位的餐廳 都容納到不少人 幻想都應該挺熱鬧的 還有這間幾大的士多 而且整條村都不止一間 馬灣鄉事委員會 村長村民的聚集之地 比較特別的還有這間 馬灣富嶼健康院 不知道算不算是一間鄉村診所呢? 還看到一些類似委員會的會員照 似乎是很有後台 這裡的民居就是兩三層為主 都是村屋但是間間都不同樣 在室內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花紋的設計 還有大約80年代很流行的風景場子 我個人覺得都幾療癒的 比較特別的是海邊有一排 有高腳的水上棚屋 但是我最後一次去的時候 很多這些水上棚屋都拆光了 剩下都是一些很破碎的殘物 那我再展示一下再多幾年前我拍的照片 都可以看回當年的情景 看到這些當年的棚屋 大概都知道馬灣舊村是一個漁村 和都是以製作蝦糕為輕工業 據聞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 是馬灣的黃金時代 不同區的市民都會來到這裡吃海鮮 到了八十年代 人口還有幾千人 不過九十年代初期大原山開始發展了 興建新機場和青馬大橋 在當時就有大原發展商 將看中了馬灣這個地段 想著大興土木 就去收購了這一帶不同的地方 不少得當然就是這條馬灣舊村 政府就為了安撫原居民 在附近建築了一堆丁屋 被村民作出遷出的補償 小屋換大屋 但是就一色一樣和沒有海景 馬灣舊村不是賣了一間屋那麼簡單 而是一種舊村的鄉土城 都好像一夜抹走那樣的款 當然我只是一個純粹吹水的外人 一個Tourist 的想法 真正感受到這種變遷 或者根本這種鄉土城有沒有變過 相信只有馬灣舊村的居民才說得到 不過有趣的是這座荒廢的村落 附近的主題公園、新型樓盤都落成開放 偏偏馬灣舊村就一直沒有改建 拖下拖下拖下拖了超過二十年 所以他才會被人說 為何香港一個這麼珍貴的土地 有山有水風景好 但是就有得去荒廢呢? 唉 那我就寧願去一直荒廢 先適合我這些人到訪 裝了東西這樣放空咯 又或者二人到訪拍拖打卡都不知道多正 Worberband有首舊歌叫做《你和我》 那MV其中一個場景都是在這裡拍攝 跳傘舞感非常好看 其實馬灣舊村跟其他庇墟很不同 路還是很完整 也有村民和遊客在這裡傘舞放狗 所有空置座的屋基本上都有鐵欄為主 在這裡遊覽其實是非常安全 所以我每次來到馬灣舊村 都好不想他有一天會拆 特別會改建成一些豪宅或者私人的地方 這樣的話這個地方就永久成為一個歷史了 終於到了2021年年初 我在朋友得知這個村終於要落實改建了 我簡直是晴天霹靂 我朋友還叫我一起去拍照 我開頭都說好 但是後來就覺得時間太緊迫了 而且我想一個人都可以盡興的 就是這樣我放了朋友飛機自己入村咯 我除了拍片之外 還拍了好多照 你可以去我IG或者Facebook page 看看 那另外我也盡量每間屋至少拍了一張照 逐間逐間去做一個紀錄 這個紀錄我未有時間post上網 如果你有興趣不妨留意下我的update 那終於直到2021年4月1號 馬灣舊村就正式封村改建 有一點我覺得比較安慰 就是政府和發展商達成協議 馬灣舊村集中保育、修復和活化 要改成一座大家都可以參觀到的藝術村 亦都意味著歷史遺跡大致都可以保留 而預計是三年內員工 不知道這個改建你有什麼意見 馬灣舊村又有沒有給到你一些特別的回憶呢? 不妨在留言說下吧 最後繼續給你看下精選的照片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like、訂閱和按這個小叮噹 日後會看到我更多的影片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記得按讚用作詞